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川普称为沼泽之地 也叫法 叫深僧政府 但是他是华盛顿DC地区非常有名的律师 有名的律师会打架 北京话说会胡搅满缠 那肯定会 所以他在有关 因为美国司法部的三个主席 乔丹就是美国众议院 对不起不是美国司法部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 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科默 还有叫什么平衡委员会的主席史密斯 那联合联手呢 要求魏斯到国会作证 魏斯是主持这个联邦检察官嘛 去调查亨特拜登这件事情 去作证 所以这件事情 他是秘密作证 他没有公开 他讲的是秘密作证 这件事情显然对亨特拜登的打击巨大 所以就那拜登的那他律师就大骂出口 那大骂出口 以我个人的理解呢 你注意到哈 在这些进步派 这词都不好用 就在他们这个派系当中 很多都是沉默的 他不张张 一般都不张张 都是见真真儿的 有朋友说说故事 说说你看 在西方社会最近这四五年大选 他最近四五年大选都会看到一个故事 包括现在啊 现在川普也表现这问题 他说在民意调查的时候 那保守派老是领先的 保守派 民意调查 保守派老是领先 你看现在川普老弄这个领先的事 他说等等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快快这个大选的时候 就说了这个这个左派民主党人哈 就就逐渐开始开始追上来了 这个民调就这么写的 哎开始追进 哎呀出于娇作状态 竞争很激烈 最后一投票 以微弱的多数 以微弱的多数 战胜了保守派 从2020年到我们现在看到的 2022年中期选举 都是这么玩的 在法国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么玩的 可能唯一输掉的地方就是意大利 其他地方几乎是类似的 从地方选举到联邦选举到总统选举 总理选举是这样 蛮有蛮蛮蛮 我个人觉得蛮中肯的 你可以随便任何去解释 所以民调已经根本不是民调 民调是真正的欺诈 是真正的欺诈的一种手段方式 那当然如何解读和欺诈和手段方式 那即使恶的一方胜利也有它的原因了 就说几心里话有它的原因 那在我们讲这个背景了 这个背景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的一切大家看到的一切 正是在这种精英的操守做法下 在诸多关键因素上 没有道德约束的背景之下 出现了混乱的场面 所以亨特拜登的律师 以这种恐吓的方式 诅咒咒骂了 这个众议院的委员会的人 和诅咒了这个 美国国税局的这个举报人员 那这一份做法呢 对于律师行业来讲 我愿意把它看成是失差 就是亨特拜登的律师知道遭到重创 就是知道遭到重创 会出麻烦 那他要反抗 他一看反抗的方式 就是能蒙一下蒙一下 他要不出声 他不认为是正常的 所以说明他忍耐到头了 也就是亨特拜登被打疼了 这篇报道来自于纽约邮报 他写的非常长 因为他讲了很多细节 那我我以为如果你想看细节 你就去纽约邮报去看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只是说 分享这个事态的走向 那我们之前没有看到任何亨特拜登也好 拜登总统也好 他们的律师 拜登总统自己也有自己的私人律师 除了白宫律师有他私人律师 他们的律师能够以这样失差的方式去表达 那星期五他的律师在信中抨击了 中院的这个行动委员会的主席史密斯 说这个做法是伤害客户的错误的资讯 一种政治运动 他把它称为政治运动 这个人呢叫阿比 是华盛顿特区著名的辩护律师 他直接指责了委员会的三个主席 说调查人员 叫沙普利 国税的监督的代理人沙普利 跟另外一个人没有宣誓和相应的陈述 而从而对这个亨特进行中院的调查 什么意思 他说你国会并没有让他 让这两个举报人进行正式宣誓 正式宣誓的本身代表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正确 要对美国国会负责的 那你们只是收听 就是闭门接受了他们的 对他们进行了这个听讯之后 你们就做出决定 他指责是这个 就是当然没有宣誓的话 也就是说他的证词有可信也可以不信 但是呢宣誓的本身呢 却有着在正式听证的背景之下 才会真正公开正式听证的背景之下 才会有这样的一事 所以公开跟不公开有着很大区别 文章里介绍其实就是这样 他说这种指控的本身呢 因为因为有了他不同的状况 所以他的指控就变成了恐吓 举报人没有被告知要告过自证其罪 所以也没有在闭门正式前宣誓就职 尽管通常是在公开听证会上 才进行宣誓 没错 所以他闭门听证的是收取资讯 公开听证的是因为美国人 美国公民在场 因为所有人通过电视可以看 那概念是不一样的 那作为众议院他当然有权听到之后 我把另外一方给我调了 你也跟我白活白活 那他这律师就不敢说 你不能这么白活 你必须让他宣誓如何如何 所以基本上是这么 争持是这么 那沙普律的律师呢 牛脸刚才就回复了对方 拜登家族律师的说法就是恐吓 联邦检察官如果指控亨特拜登 就会以自杀或者职业自杀 各种恐吓的方式 我们都经历过了 他们的客户严格遵守规范 向国会吹哨所谓税法不平等 而他们被他们恐吓的人 包括什么主席怀登啊 包括税务部门的人 但我们依然在合作 所以安排后续的证词 为参议院补充众议院的方式等手段 拿出释出共和党和民主党 共同提问中的任何未涵盖的主题 那他的律师用的 其实是很多法律上的用词 因为很会很严谨 中医院在什么位置上 参议院在什么位置上 证词应该什么时候拿出来 什么时候去宣誓 他有他的一种说法 而且他表示一种非常明确的做法 那下面就是他们之间的律师的争执 那我想跟大家解释 不是我想跟大家解释是指说 亨特意味着有麻烦 所以发出恐吓 那恐吓对方呢 就恐吓他的这个国税局的举证人 如果国税局的举证人 虽然给吓坏了 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他对翁之意不带酒 是这意思 那这件事情走到这份上 表明亨特发虚论 因为亨特发虚论很大原因 魏斯要去作证 联邦检察官魏斯去作证的话 将把矛头转向加兰 会迫使加兰到国会作证 如果不当把矛头转向加兰的时候 那最终还是回到拜登家族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事情发展的 这种视察去向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